第三四题 近代工艺中 在手铁中圣碳是非常重要的工艺 可以将手铁表面的碳含量增加 请问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这题的答案呢 有一点争议 是来自于所谓对中文的语词的意义的解读的问题 等一下会跟各位做说明 那么我们的圣碳就是在一些低碳钢的表面呢 我们渗入一些碳 使它焊碳量增加 那么它的硬度呢 就会提高 比较耐磨 而里面呢 还是能够保持原来的延展性 韧性还是跟原来会相同 所以选项A说 圣碳后的手铁延展性会更好 这是没有的 它只是保持它原来的延展性的状况 那么选项A是错的 B 圣碳后的手铁更容易生锈 需要多加保养 这个也不是很正确 因为呢 我们并没有特别提到说 这个圣碳之后会更容易生锈 并没有这样的状况发生 所以选项B是错的 那么选项珠说 钢的含碳量高于生铁更为坚硬 故称为不锈钢 这个是不对的 我们的不锈钢是我们的钢跟一些 比如说固外念啊 这个混合物 并不是因为圣碳的结果会变成不锈钢 所以选项珠是错的 那就只剩下选项C了 那么圣碳后的手铁可以增加硬度 这个是没有问题 可是提升抗打击能力 这里就有一点怪怪的 原因是因为我们一个含碳量的铁呢 就像生铁这样 它的硬度会比较高 但是呢 它会比较脆 不耐垂打 那既然就不耐垂打 就怎么叫做提升抗打击能力呢 但是初提老师说呢 这个在军火工业上圣碳之后呢 会使它变硬 这样子呢 它被敌方炮弹打击的时候 不容易被贯穿 那这样子的话就叫做 有所谓的提升抗打击能力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对中文意义的 解读上面的一些不同 所产生的问题 那也没有别的更好答案可以选 所以我们就只好选的是C 所以第三次提问我们说 可以将手铁表面的碳含量增高 请问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盛碳后的手铁 可以增加硬度 提升抗打击能力